我們繼續看題目 立體02 如右圖所示 不計所謂的滑輪重啊摩擦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請問一下告訴你說一公斤重伸長0.5公分 如果彈性線路在圖上會伸長幾公分 考這題的重點是我告訴你的一句話 造成型面力都是什麼 成雙成對的 所以左邊六公斤重 右邊六公斤重 我們的說法叫做掛六公斤重 施力六公斤重 所以 他就是六公斤重的施力 一公斤重會伸長0.5公分 所以六公斤重是多少 三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選C 這個重點就在卡 造成型面的力都是成雙成對 成雙成對 所以這個要多少 這個要多少 注意一下這個坐標軸跟你平常看的不一樣 我說過了 只要考試是考圖的 都先先看清楚 誰是重坐標誰是橫坐標 我們平常的習慣上 橫坐標是施力 重坐標是深長或者是全長 他倒過來 重坐標是施力 橫坐標是深長量 他已經給深長量 又題目又是問深長量 所以應該比較好換 請問你這樣應該多少 這樣應該多少 OK 應該多少 剛才收男生女生 女生 你換男生吧 男生五 你一班沒有三十八號 你一班也沒有四十號 三二 三十二號大帥哥 你答案多少 B嗎 二 請坐下 你答案選B 形變都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這個圖就是施力兩公斤重的意思 這個圖就是施力兩公斤重的意思 那麼就看圖啊 圖上告訴你 兩個人用四十幾公分 二十 這連算都不用算 連比都不用比 圖就表示出來 所以就是二十 所以還就是B 很簡單嗎 沒有嗎 這就是練習 重點就是我提示過各位的 虎克定律要注意到這四件事情 一要在彈性限度內 二 外力是跟形變成正比 不是跟全長成正比 三 重量才是力 質量不是力 一 力才有形變 OK 四 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之前提醒過你的事情 希望你能夠記住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